主持人 我们要人力 我们要人力 北市府清洁队员高举牵手关意的看板 他们怒吼实在太累了 由于目前北市府清洁队原定编制为5400人 不过实际禁用人力却不到4700人 有将近700名的人力落差 导致清洁队员必须一人多工内容包山包海 除此之外 车子损坏还要同人自行理赔 让他们忍无可忍 超过百名基层清洁队员选在劳动节制天再上街头 我们除了人力不足之外 我们常常也看到我们临时性的资源性的工作非常之多 比如说烙死鱼 比如说台湾天付救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登革了房子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要照顾独机老人的时候 这个都是我们一再的承担的一个沉重的一个工作 像他们开车出去很多 很多比如碰到什么碰撞的时候 然后就是政府都没有帮我们一些的忙 然后都是自己就是司机他们自己负责 北市府环保局企业工会提出三大诉求 首先必须补足人力缺口 以及当车子损坏时要有合理赔偿 最后一项夜间执勤薪资也该一并纳入平均工资 对此北市府则回应 由于车损赔偿和夜点费涉及市府财政 必须要一致规划再做研领 台北市长柯文哲亲口承诺会按照编制将缺口补足 接下来工会也会持续紧盯 后续市府动作 如果还是没有进一步积极作为 将不排除会有下一次的抗争行动 原始新闻节散漫无流台北市采访报导